永和區的鼎溪國小在16號的週末當天 舉辦了小一新生體驗營的活動 邀請小朋友和家長來參觀學校的設施 並且一起參與各項有趣的活動 校方表示會這麼做是希望表達熱情的歡迎之意 也藉此讓親子們提前認識校園生活 小朋友跟著音樂一起來跳跳舞 即使跳得汗流浴背還是很開心 而家長也跟著加入陣容 這小一新生要認識鼎溪國小就從這一刻開始 這是我們一年級新生報到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們想讓我們社區 以及讓我們的家長能夠了解 我們鼎溪國小的一些的學習 以及教育的一個方式 還有認識我們鼎溪國小的環境 所以我們辦了今年的第一屆的 我們的幼小銜接的學習的體驗活動 另外學校也安排了鼎溪小食堂的活動 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製作棉花糖盆栽 頭一回接觸這樣的單元 小朋友覺得幾新鮮又有趣呢 小帥哥你今天做的這個小點心是什麼呢 餅乾 做餅乾開不開心啊 開心 你待會餅乾做完以後你要送給誰呢 送給阿公因為他有陪我來 喔好 你做的餅乾會比外面賣的好吃呢 有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努力去做你就比外面賣的還要好吃 在這群小小烘焙師的腦海裡 製作棉花糖盆栽就等於是做餅乾 還可以邊做邊嘗嘗這到底是什麼滋味啊 甚至更棒的是還能夠提前認識未來的同班同學 小一新生報導前的初體驗為國小學習生涯揭開序幕 中佳新北新聞永何參不倒 小學生涯揭開序